好,下一套,這套是 Love Lab 軟外實驗 剛才我都說錯了,可能是美優 大家都留意一下,原來這套 這套我覺得是今季最佳的笑話 對,但這套,其實它揭載起來漫畫挺唏噓 因為其實它起初是在Manga Home 連載 Manga Home 停下停了,變成Comic code L 結果在Manga Time Special 連載 其實這個故事也挺轉折 它比另一本好,有一本叫Mega Store 被人拘捕了 不過這不是這篇文章,大家不要理 當然,這套是中學部的學生會 其實之前已經有這個聲音連載 即是Drama 有丁宮沛 這套是藤其女之中學的 藤女 其實主力來說,只有五個人 學生會的五個人 最起初,先說 會長就是注目 一個傻奸奸奸的會長 萬能型的女生 人家表面清純,內女的那種 她不是,她是內女低能 我沒有說她是內女的 很好笑 例如拿著一個品味奇測的集號 惡之華 真是 惡之華 或是盡迫強的集號 怪她的夢想白馬王子 是惡之華的樣子 她經常叫做Maki Maki 我記得這樣 是呀,很好笑 然後練習摺文 對著濫進圖 然後嘴完之後還有一些口水 很想流 很好笑 結果是給她幫忙送的 野人荔人 野人荔人 野姓荔人 她不知道她的名字 跟鬼眼荔人是沒有關係的 鬼眼荔人 是這麼便宜的 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名字 鬼眼荔人你知道是什麼嗎 怎麼亂說話 鬼混蛋 虛源初代歷措 十年前 虛源前也知道 被她撞中 結果會長當然是醜死怪 沒有啊 萬人影 她很冷靜 然後就找她來做學生會的代理 輔助 當然輔助為名 當然其實暗裏就搞這個眼光研究 她那個很冷靜的 沒有東西的 那個是精靈來的 沒有人看到的 他經常會做一些傻的 假裝傻 但其實會長是很萬能的 學生會長是黑神 幾乎是一個人做所有職位 真的一個人做所有職位 但學生會很遠看到一個人 原來還有其餘 本來是有三個 不止 她有一個會長 有一個書記 有一個會計 還有一個本來的會長 其實她本來是副會長 因為會長只是很普通 會長太厲害了 會長什麼都不能做 我不做了你做完 結果她真的做完 結果她真的做完 高財政力厲害了 一路數像 PSV PlayStation GameBoy Win ClickCart 一路數像想穿葛東 這個情況 就不讓她做了 禁止進出學生會室 哇 會長那方面 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會長 沒有什麼特性 沒有什麼特異功能 紅頭髮是一種特異功能 偷窺 偷窺能力 咬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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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角遇到愛 咬麵包是鑽角遇到學生 但是她的速度是超音速度 她的速度好像跟寶特山鬥快 誰跟她撞完就一定會死眼 而且我喜歡她說 這個叫跌手筋仔大作戰 這個挺好笑 她跌手筋仔好像老人之外的病者 寫了一些名字在後面 拖手很厲害 拖到你手斷骨 她在第一集 玩到那個 那個拖手是想不到地多 好笑 最重要是她第二集 是完全不會補充那些 她會有新的笑 她是用 她那種玩的套路 其實有 那種形式 是用她人物的定位 例如說 野性禮人 她是想 那個什麼字 不知道什麼 Liko Liko 她是比較有一個套租譯 會長又做一些傻氣 但其實她做的事 就不會像 Neriko 或者那類 是限定於各身 自己本身的角色定位 不只會有一個 她是用回 戀愛這個題材 去衍生一些東西 然後用回 人物 一些傻氣的演繹 和套租 各自去呈現 所以整件事 就會不斷地在轉 當然 如果她後面 她有五個人物 她的人物的定位不同 她演繹出來的東西 都不斷地在轉 所以她是很困難 她們的錯摸 做得很漂亮 但是第三集 真的不是主力少偉 說會長跌倒了 因為太過繁忙 倒下 結果 因為陰差洋了之下 把戀愛研究書 放在那些報道裡 撈亂了 不是,我是你撈亂了 不是 她撈下了那一刻 假裝撈下來 不是 她跟著及後 真的被人送去 不是 她真正的會長撈亂了 結果差點搞出一大大頭髮 但是 會計 立刻 和阿Liqa想到 即場應變 結果搞定了這件事 也做得好看面 結果解決了整個危機 其實 她的危機做得不頑 我覺得整體上 她的解釋 不是太過牽強 最重要是 找個理由 讓她們幾個角色 可以發派學生 一起做事 當然之後 可能 可能會變成類似的 心圖會一場 那不是 錯了 大家如果有想 留意一下 最後這個幕 第三集 開始有人 將一些東西 投入意見箱 當然 戀愛的研究 當然要研究戀愛 及後 有沒有一些男性角色出現 大家期待一下 這件事 我告訴你 爆點不頑 暫時不覺得有 但是 竟然是會有的 大家留意一下 這是不是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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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搞戀愛的研究 及後 有人丟下一些 可以有男老師 男老師 是戀愛煩惱 多女學生 喜歡我現在 當然 不能忽略 所以 這件事 我都覺得是今年的 我覺得是奇葩之作 繼男子高中生的日常之後 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是同歸好笑的 是啊 這個沒有那麼瘋 但笑度是可以相比 是好看的 不差的 總之我覺得 加上我覺得 這個監督做得不錯 不過這個監督是很有經驗的 其實那些聲優 也算是新人來的 不是 主力不是 為什麼呢 二線 不算一線 二線 有些都做了很久 所以 加上這個監製 泰田瓦研也做了很久 其實九幾年開始都有做 那你想想二十幾年的經驗 其實Apply下去 難怪會做得多麼好 大家沒有看 一定要看回這套 絕對好看 看完第一集之後 你才決定追不追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夠勁力的 我看第一集之後已經想笑 好看的 所以不要 因為其實 還有一件事 知不知道泰田瓦研是誰的監督 之前有哪幾套 如果大家有記得 Yuru Yuli的監督就是他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Yuru Yuli好看之外 Yuru Yuli是很局限於一套粉絲響的東西 但我覺得 但在柳橋方面 Yuru Yuli也不差 Yuru Yuli有沒有新原作柳橋好的 有沒有一些再大老一些的 再大老一些 夜明 夜明淺下來認識 夜明是椰菜的 最出名的 Yuru Yuli和這套是原作關係 監督的關係 我覺得他有一套實例 但是原作比較好 我覺得原作方面 再給多一個 Mina Miki 南加 南加三次 這就是這個組合 所以就不能發時一下這套 好 那就下一套了